建中学生联署要求暂缓12年国教 北一女幼学生在脸书上发起了反12年国教聪促上路的社会运动 准备5月27号要前往教育部静坐 一个上午就已经有超过250名学生响应了 而面对反弹的声浪 教育部长说会再和学生沟通 建中学生联署要求暂缓12年国教 还有北一女学生透过脸书号召各校学生 打算在5月27号走上街头到教育部静坐 递交禅情书 我们打算游行兼竞坐 诉求就是延缓12年国教 说要考虑去抽签 对那其实是现在的那个什么 那一个12年国教我觉得准备非常非常不足的地方 不过明星高中学生串联反对12年国教的做法也引起反弹 部分国中生认为他们不能了解其他学生的痛苦 一是定中生压力太大 我会让学生减轻压力 他不是那种成绩比较差了就可以去好的学校 申请就是要靠平常考试的成绩 再分发 会跟他们充分的沟通 他们的意见我想我也听到了 教育部表示精英教育一定会保留 不可能完全免试 但做法会改变 12年国教还是会如期上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